呃,大家好,我是伯格啊 呃,过年啊 我准备配出几对啊,配出三对到四对吧 呃,外选哥人 跟咱家的伯格一号呢,是一点关系没有的哥人啊 为啥是这么配呢,因为咱家现在伯格一号啊 呃,有点配不开了啊 呃,往第二代第三代都是进选哥的 比如说就是咱伯格一号第一代啊,出了一窝俩池 这俩池喷别配上两个弓的 完了,到第二代的时候啊 这俩池的子弹互配就已经进选,到第三代的话就重复进选了 如果这样循环下去啊,咱们是走做种的赛线了 所以呢,这样一来呢,就照顾我年年要演进一些哥人 所以还不如说的配出几对外选的哥人 完了,能在弓盘试验出来之后啊 完了,咱们再去让他们互配啊,就能配开了啊 我先给大家欣赏的这支哥人啊 这支哥人呢,是我眼镜那个天经李一种啊,李旭发他家的哥人 呃,他家呢 主要玩的就是御林军的哥人,这哥是石冠王啊,这个人 呃,他也是,这哥是圆哥主啊,就是说圆头总哥也是出自于 国内一线强好啊 龙兴天下,张湘明他家的大鱼脸啊 我眼镜这一支,我这个背份不高,但是我这个哥是好啊 呃,这支哥的族环号是2022-02啊 0560729啊 他的血统是石冠王配那个宗教头下来的一个隔着啊 小哥体不大啊 但是呢 他充满力量感 隔着体小啊 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有力量感,没有力量感的哥是不行的啊 杀掉力量感,说这 哪是有一种就是说,一不小心就跑了那种感觉啊 而且小肌肉的等等的 呃,这支哥个体非常好啊,因为 不好 他也入不了我的眼 我直接给他专入我的肿隔盘啊,我给你看看这这个眼睛 黄眼啊 而且眼质很宽,带有前当角 呃,我配的那个给那熊哥配的驰是配的这支驰隔啊 这是小三角体的隔着,这个是沾身啊 他准确来说是叫沾身小火箭的一个灰雪隔着啊 呃,他呢,是黄金配队的老根配孙黛啊 做出来的沾身小火箭,是一个碗身隔着啊 呃,俗鼓环号呢,是2023-06啊 1255751,尾号751 呃,这支隔呢 今年土岸毛会大那么一圈,所以呢,是中等偏大的隔着,配中等体型的隔着啊 这俩哥呢,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啊 呃,像那个石冠王的隔着呢,奈祥有速度 这支隔着呢,在200-500公里也有速度啊 所以我把他俩配在一起,跟咱家哥没有关系啊 因为咱家哥体型中等偏大 这个呢,基本上以中等体型适中啊 打任何赛线都行 呃,配的呢,两个都没有赛级啊 但是我是按家族去配的啊 家族好,个体好 我就给他俩配一起啊 呃,看这根毛掉的 这根骨架相当硬啊 呃,磁骨面和的也非常的紧 我给你看看这支隔眼呢 看见没有 这个眼智呢,它是有点全圈的眼智啊 眼纱也好 我就让他俩过年去配啊 呃,家族非常好 配队呢,我因为很合理啊 因为我这些年配的黄泉配队呢,还有一些经验 我因为他俩配的话会很好 呃,但是呢,也是一个高级的试验品 唯独就是借助的就是家族 因为两大家族啊,都飞出了很多的赛级啊 而且个体也非常好 遗传也非常好 所以我因为行啊 这都是我直接专入这个总额盘的隔着 呃,咱们这个盘啊 我这个大盘 是第一代隔着最高位分的 下面的小盘是第二代隔着啊 呃,我是这么安排的 呃,所以主力隔着呢,都在上面 呃,今天要给大家欣赏欣赏啊 视频结束了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